我們看第一題 他說假設鴕鳥蛋跟雞蛋的組織成分完全相同 只是照一定的比率放大而已 已知將雞蛋放入水中的需要五分鐘 才能將整個雞蛋煮熟 如果鴕鳥蛋跟雞蛋的重量比是27比1的話 鴕鳥蛋放入水中需要幾分鐘才能煮熟 我們知道齁 泥巴放入水中 這個流進去雞蛋跟鴕鳥蛋裡面的熱流 這單位時間通過的那個 單位時間進入那個蛋裡面的熱量 這個會跟什麼呢 會跟它的表面積它是成正比的 那也就是說齁 你進去的熱量 它是跟什麼成正比 但是你要把一個蛋煮熟的話齁 這個蛋要被煮熟的話齁 它的什麼呢 它的熱量齁 會跟什麼呢 會跟它的重量呢成正比 但是它的重量呢 又跟什麼呢 又跟這個體積成正比 所以的話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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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所需要的時間就跟什麼成正比 所需要的時間齁 就跟什麼 就跟那個面積 它分之體積成正比 這個呢 跟什麼呢 跟它限量 限量的成正比 限量就是齁 就是它的那個大小 或者是說 或者直接齁 這裡就寫了不就好了 跟它的那個重量齁成正比 所以我就知道齁 所需的時間齁 跟什麼齁 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呢 跟那個面積 那個重量來成正比 不過齁 這個重量的話齁 跟什麼呢 跟那個體積是成正比的 所以事實上 這跟什麼呢 跟那個限量是成正比的 好啊 現在它體積比齁 是多少 體積比齁 V1比上V2齁 是等於 27比1嘛 所以它的限量比齁 是多少呢 它的限量比齁 L1比上L2齁 就是 你體積的話 給它開三次方 就是限量 就是說 不論是它的直徑 或是它的什麼呢 它的雲周長 這個都是限量 因為它是相似 相似的形狀 那相似的形狀的話 那麼體積呢 限量的三次方 齁 就跟什麼呢 跟體積成正比 所以這限量的話齁 是少 是3比1 也就是說 所需的時間齁 是3比1 也就是說 T1齁 比上T2齁 等於這個3比1 現在呢 T2齁 需要5分鐘嘛 所以T1就需要多少 就需要15分鐘 T1齁 這等於3倍的T2 這3乘以多少 所以答案是15分鐘 一 met著 4 5 8 9 9